太喜欢吴嘉宜新剧拜托了身体领她 这个飘来飘去的王老板 简直就是个欢乐的散财童子 只要收到员工一点点的小恩惠 二话不说就给报销 而且给钱还给个特别豪爽 这次女主送了家里秘制的火锅原料 我告诉 在我们公司 就不可能有这种 寸礼的外风邪气 知道吗 她豪爽地拿出一叠毛爷爷塞进了红包 这个就当我买的吧 感觉每一次给的钱 都超过女主的基础月薪 不仅如此 对于自己的关系 一户小侄子在公司无所事事乱搅手的 还吞了自己给公司购买新打印机的钱 面对女主吴嘉宜的故意整 扫门 扭 牛熙棒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主打一个不包笔 张小军你干什么 我没碰他呀 都说了 你心里的有点那什么数你不知道吗 衍生 报销 这二话不说就给报销的做法太帅了 但这些还不够 因为她还是一个为数不多 愿意给考核不合格的员工 第二次机会的老板 对于被公司领导 以基础知识不合格而开除的女主 没有念到名字的人 明天来公司办理理之手续 她却以业务能力优秀而破格 让女主留下并且顺利整理 留什么 实习生 你也来 只不过女主和奶奶互换灵魂后 变成社交狂谋的信任 但王老板头疼不已 公司是我家 公司发展靠大家 你的意思是你们是一家人了 没错 我跟王总是家人 男孩绝对没有想到身旁已过六十的奶奶 居然是自己暗恋多年的女孩 只因为女孩和奶奶在一个 雷暴雨天气意外互换的灵魂 两人不得不使用对方的身份来继续生活 同时这也是祖孙俩无法公开的秘密 女孩虽然现在患上了年老的皮脑 但性格没变 依旧腼腆文静 举止文雅羞涩宛如少女 这也让男孩和面前这位奶奶相处得很愉快 他们今天要找一家能修复老照片的相馆 奶奶 秦梦说您对这边的相馆更熟悉 呃 是是是是 那修复照片的事情就拜托您了 那一边灵魂上了孙女肉身的奶奶 也正和一个名叫杨阳的妙龄少年在约会 但奶奶实际目的是为了劝退这个少年放弃追求孙女 奶奶在等少年取自行车时 看到前方一辆私家车里一个男子 似乎正在对车里另一个人失望 爱管闲适的他于是冲上前抢制止 没想到车里竟是孙女公司的王总 正被骑娇妻在殴打 我相信 王总 好巧啊 奶奶的突然出现更加深了王总娇妻对自己的误会 那一边的孙女和男孩在寻找相馆但碰壁无数 进入了一家由照相馆改造而成的婚纱店 你再仔细看一下嘛 行不行 这种不闻相片纸 你们得找到定影冲几夜的底片 你们有底片吗 因为男孩没有这张老照片的底片 店家便表示他没有能力修复 而奶奶那边却和少年玩得很开心 少年以为奶奶喜欢和自己在一起 谁想这是因为奶奶返老环童想感受旋转木马的快 之后少年护送奶奶回家想和他表白时 你有情吗 啥子 我喜欢 感情的事强求不得 你个孟娃子就只是耍的好的朋友 别的事 没戏 因为奶奶知道孙女真正喜欢的是 她的公司领导也正是那个一整天 都和孙女在一起的男孩 那一边的男孩和孙女 虽经过了一日的跟拨 未能找到合适的项目 但两人却过得很开心 晚上少年回到公司 因为求爱被剧非常失落 正当落泪的时候 他所打工的中医诊所来了的女客人 没错 这个女客人正是女孩公司的领导女模头 那个每天吃了火要来上班的孙百芳 李瑞 你作为项目组组长 你是瞎了还是色盲 这配色图全搞错了 你听一下啊 尤其是你张这帮 就在这里混水摸鱼 吴嘉宜报笑下饭去拜托了身体里的他 奶奶和孙女呼唤灵魂后 简直到方天当 此刻灵魂跑到孙女身体的奶奶 忘记了自己现在的女孩 不仅顶着个零零后的小脸 训斥着六零后的奶奶 还一个大匹叉直接把自己撂倒 不能忘记你 踢腿 因为她忘记了孙女从小是个宅女 不爱运动 闪了腰的她在家静养时 又发现孙女的情敌要来公司 于是第二天立马精神抖擞地去上班 但说是上班时则是为孙女扫除爱情路上的障碍 奶奶主打一个看不惯就直接上走 要腻歪就躲到没人的地方去 别站在大众眼下拉人眼睛 其实男主的爷爷和奶奶年轻时是一对恩爱的情侣 奶奶会经常做红烧肉给爷爷吃 但两人最后阴差阳错没有走到一起 此时男主的爷爷身患重疾 希望走之前吃到惺惺念念的红烧肉 而奶奶去医院整骨爱作妖的老总交气室 意外撞上了男主 我来探望一个病得不轻的朋友 你呢 你生病了 没有 就是我爷爷想吃红烧肉 想吃红烧肉 找我啊 我红烧肉做得好嘞 于是奶奶邀请男主回家吃红烧肉 这个邀请差点让男主三魂丢了欺负 你撞鬼了 呃 连跳舞呀 男主快尴尬地抠出三十一瓶了 接着男主参观他们家时看到了一排奖状 这都是秦梦的奖状啊 是我的 男主这回还没反应过来 奶奶说孙女的奖状是他的 当他看到孙女父亲的遗像是 这是 我老孩 走了好多 我儿子走了好多年了 男主快吓懵了 之后再听到奶奶的解释 立马撤回快吐出来的蛇 估计心想奶奶是不是鬼上身了 接着孙女对奶奶说 你在这儿储着干什么 你要不给人倒点水喝 要不上天台准备准备火锅 你在这儿储着干什么 哦 好 准备火锅 这没大没小的口气又把男主吓懵了 心想孙女留起梦 是不是有虐待老人的倾向 之后在天台刷火锅时 祖孙俩的表现还算正常 让男主可以平平安安吃上了肉 最后奶奶给男主打包了一份红烧肉 希望男主的爷爷品尝后 能发现这是女主奶奶做的 吴嘉仪报效下饭去拜托了身体里的她 最不雷人的地方就是 祖孙俩还没有互换灵魂的时候 男主就喜欢孙女 当祖孙俩在雷暴雨天互换了灵魂后 男主反而不喜欢孙女 便一热人那不是造吗 人一造话不就多吗 我喜欢你画少的样子 男主转而更亲近奶奶 甚至两人有一次为了修复老相片 从白天一直相伴到晚上 说明男主喜欢的完全就是女主的灵魂 而不是年轻的皮囊 这部剧还有个爆点可能是 新一代年轻人适合养老 老一代适合拼搏 当祖孙俩互换了灵魂后 灵魂跑进孙女身体的奶奶 不仅厌恶在公司做透明员 还带头挑男侃的项目干 当老板王总开动员大会 让大家主动报名参与项目 台下众人的退缩和胆怯 让奶奶无法容忍 一群寒皮 周三解四 这是汗的汗死 浪的漏死 没有人报名的话 我就点将了啊 我 而灵魂进入奶奶身体的孙女 一开始虽没有适应 和中老年人搓麻将的生活 但经过奶奶一夜的训练后 第二日便迅速上手大杀四方 子摸 又子摸 十三腰 不快来 且反诈意识超强的 她看到奶奶老闺蜜阿芳说有便宜战 到了活动现场便迅速分辨出 这就是一个打着关爱老人 卖高价保健品的传销组织 捡到便宜的 她迅速带老闺蜜阿芳离开 其实身份互换在影视创作中 并不算新鲜的熟 但在奇幻的设定中 能让人物丰满 故事真实 感情真诚才是有价值 我跟你讲 我现在是奶奶 你先坐下 吴嫁仪报效下饭剧 拜托了身体里的她 虽然走的是灵魂互换的玄幻题材 但是三观和剧情都非常正 祖孙俩互换灵魂后的最新剧情中 孙女陪奶奶好闺蜜 阿芳又去陌生人的吊丧仪式上 卖哭赚钱 孙女问阿芳 她自己的事情 为什么自己家人死了 自己不哭 叫别人帮她哭 那是哭给别个看的嘛 烟细摆得再好 哭得声再大 仙人不是也走了 阿芳奶奶是高手啊 她和秀莺奶奶肯定见过不少儿女 在父母离世后 为父母选最好的目的 办最高档的桑宴 用最豪华的葬礼 来给活着的亲朋好友 展示自己的笑心 但是这一切都不如 父母活着的时候 膝下的一句问暗 并床前的一杯温水 在一起吃的一顿家常便饭 你跟我说的啊 孝子床前一碗汤 胜过零钱千行累 我说的啊 当然是你说的 此时孙女估计还没有明白 奶奶说过的这句话 这部剧虽是奇幻喜剧 但又有不少讽刺现实的地方 没了仙人啊 孙女哭不出来 于是拿袖子遮住脸 哎呀 得不得做一点哭吗 孙女被阿芳奶奶这么一掐 也给掐哭了出来 从这段戏中看出奶奶们 虽爱赚钱 但却明白华夏文明中笑的真谛 莫登子遇养而轻不淡 吴嘉宜报笑心惧 拜托了身体里的她 真实反映时下年轻人 和老年人最明显的特征 孙女留起梦就是典型的 脆皮青年人 表情写在日记里 这钱不能忘记你踢腿 这脆皮的骨头咔嚓声 真的比梦龙还脆 而奶奶刘秀英 便是典型的硬朗老年人 拍和跳和高抬腿都不在话下 来 一 二 三 四 来 高 腿 真的是生龙活虎的老年人 和一身毛病的年轻人 祖孙俩互换灵魂的一个月后 孙女已经完全适应了 老年人的退休养老生 并且为了原奶奶 刘秀英舞蹈夺魁的梦 她今天带着奶奶们 去现场观摩一个 专业舞蹈老师的舞姿 为的就是增强 奶奶们的跳舞技术 这优美的动作 外加充满线条的肌肉 让奶奶们哈喇子都快掉下来 但舞蹈老师示范完毕 她告诉奶奶们 这把年纪不适合剧烈运 这 不是你们能跳的 你们啊 跳到高商我得了 请回吧 这把奶奶们惹得不高兴 奶奶们说干就干 现场尬舞了起来 孙女是把舞蹈老师 拉到一边 极力说服她教奶奶们跳舞 老师看在刘秀英 和自己妈妈是朋友的关系 勉强答应了下来 那费用的话 那就咱们就十二个克时 然后五百一个 我收人的一千呢 太好了 太好了 抢钱了 但听到要交钱 其他奶奶们跑得比谁都快 果然除了保健品 就没有什么能骗过老年人 孙女回到弄堂里 看到奶奶们 对舞蹈比赛 不以为然的态度非常着急 于是第二天 她又悄悄找到了老师 并从钱包里面 拿出了仅有的 两千二百五十元交给她 拜托她和自己 一起演绎出戏 哎呀 这个戏的主要目的 只有一个 就是要告诉那些奶奶 你想通咯 给你们打一则 五十块一个人 原本五百元一人 十二节课 现在砍到五十元一人 也就是每节课 一个小时 老师每人收费不到五块钱 这砍价的程度 真和索玛丽海盗差不多了 而孙女刚刚拿出的 两千二百五十元 是补差价 她希望原奶奶 舞台表演和夺冠的梦想 老师念在奶奶们 对舞蹈比赛如此的重视 于是便答应了 果然第二天 阿芳奶奶带着众奶奶们 去找老师杀价 老师自然很佩服 假装与来砍价的 阿芳奶奶争辩了几个轮回 最后答应阿芳的价格 弹拖弄 一则 每个人五十块 众奶奶们回到 弄堂小院后 便纷纷拿出了 五十元交给孙女 同时在长江爷爷的启发下 孙女给舞蹈团 起了个响亮的名字 晚上她便将这个好消息 告诉了刚刚下班回家的奶奶 现在我宣布 五万人舞蹈团 真是成立 掌声 不愧是我刘秀英 带出来的娃娃 出息了哈 看来孙女已经完全适应了 老年人的退休生 而奶奶这边也在努力 准备着孙女单位 来自上海总部高管的工作巡查 而此次的巡查 对雪藏的项目 舞蹈诗语是否能顺利 重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二天上海高管们便来到了公司 小城领导先对 舞蹈诗语的玩法设计 和人物介绍做了大概的会议 但上海高管们听了后 却露出了不感兴趣的表情 突然她打断了小城领导 死了 我要的是威慎 强有力的冲击力 奶奶于是自告奋勇举起了手 我 我是这个项目的中美设计 她什么时候成中美设计的 刚刚 奶奶在孙女远程语音的指导下 即将开启她职业的高光时刻 太义忘恩 天然共落 哥 那边灵魂上了奶奶身体的孙女 也忙得不停 因为舞蹈老师要对这些老辈子们 进行魔鬼训练 耳朵叫废掉了 无解身体的孙女后 还要全写 打开二舅的电脑进入公司的内网 来窃取公司资料 后门苟见事情败露变 这样就不会让邻居看到 却晚上孙女翻看奶奶的老古董饼干铁盒 看到了和小城领导相似的老照片 正准备微信和她确认 下午孙女就将摩托车带回了弄堂 原了奶奶阔别已久的机车梦 无家一爆笑喜剧拜托了身体里的她 祖孙俩终于遇上了一场电闪雷鸣的暴雨 将各自的灵魂换回来 小城领导和刘启梦不仅拿着初中时的信物勇敢相认 也在之前的婚纱摄影馆修复了爷爷的相片 还拍了和爷爷奶奶一样的复古军装照 好 两位再近一点 来 我们准备了 小城领导紧紧抓牢刘启梦的手伸 怕她灵魂又跑 三 二 一 鞋子 就在几个小时前 老卑鄙们的五万人舞团在舞蹈比赛的出气状态 可谓是一马当先 可因为舞蹈动作幅度较大 阿芳和孙女连番把假发套甩走了 瞬间让他们俩变成了两个刺眼的男精灵 得到台下一阵骚动 比赛直播的弹幕也在抨击他们 但奶奶们顶着压力和尴尬 坚持比赛将弹幕的风向瞬间拉了回来 最终卖力地完成了舞蹈 虽然台下的观众们激动地都站了起来 不断地补掌表示尊敬 但裁判团还是给了五分 导致出赛现场评分倒数第二 尽管出赛的最终名次需要结合三天后的网络评分 才能决定进入决赛的五支队伍 但奶奶们在后台化妆室已经垂头丧气互相埋怨 众人走后阿芳和孙女说 修盈 我们不掉了 之后小成领导主动提出吃辣火锅 来缓解孙女失落自责的心情 三人吃火锅之时 突然天空骤变电闪雷鸣 此时小成收到了医院的电话 原来他爷爷独自离开了医院 三人立即赶去医院附近寻找 而小成爷爷此时正身着军装 口中不断喊着奶奶刘秀英为成家时的姓名秀起 这也正是他和自己当年宣誓要在一起试穿的衣服 这是他们俩最美好的时光 但爷爷最后因为不得已的苦中离开了奶奶去了外野 现在回到故地又年事已高 找到刘秀英并和他说一句对不起 已是现在最重要的事情 此时奶奶看见了爷爷 三人立马急速冲过去 孙女着急跑时因为用的是奶奶的身体不幸滑倒 奶奶急忙过去扶住意外一起遭到雷劈 孙女醒来后发现自己灵魂已归位 惊喜万分 立即高兴地跑出房间去护士台问询奶奶的病床 她着急地想确认奶奶是否以灵魂归位成功 找到了 在重镇监护病房 奶奶因为年纪大没有挨得住这个雷劈而住进了ICU治疗 当孙女跑到ICU门口时 看到小成领导也在 让她意外的是小成领导居然喊她奶奶 奶奶 对不起 是我没有保护好寂寞 她怎么知道我跟奶奶互换的事 奶奶你没事吧 更吃惊的是小成领导已经知道自己是小悟空 还迫不及待地要等奶奶醒来后和她相认 吴嘉怡拜托了身体里的她超点大结局 原来刘启蒙并不是奶奶刘秀英的亲孙女 我刘秀英 我天不怕 地不怕 我就是怕 我们两个人没有血缘关系这件事情 不知道 48年前 刘秀英和好闺蜜张德芳还有马小慧 在四川下乡时都是当地文艺团的舞蹈者 一天回家路上三人被当地流氓骚扰打击 此时刚刚来四川插队的男主爷爷成华君还是个小游地缘 他赶着驴路过正好看到这一面 于是立马大吼想制止流氓的维飞做的 没想到居然若不禁风反被两个流氓殴打 奶奶便让马小慧和张德芳先离开 他从地上捡了一个结实的树叉狠狠 先给了其中一个恶徒一个大逼洞 接着再上拳脚两三下便把另一个恶徒打趴下 两人仓皇而逃 奶奶便急忙扶起了拳缩在地上的爷爷 两人相互自我介绍了后变成了好友 先去医院吧 不 去完医院咱们再去村里面转一圈了 行啊 没问题 爷爷领略过奶奶的英勇战斗后便对他着了名 会在奶奶舞蹈训练结束时给他送大猪蹄子 遭到奶奶的嫌弃后 第二次见面便把大猪蹄子做成自己特制的桂花红烧肉给奶奶吃 奶奶边吃边和爷爷谈起自己的梦想 巴士 能跳舞 有肉吃 神仙日子 你这么喜欢跳舞 如果能在舞台上跳一好 这辈子都紫了 奶奶说着就放下了筷子说要现场给爷爷来一段舞蹈 但她刚刚舒展四肢准备跳时 张德方便跑来说文艺团的团长叫大家去开会 原来开会是告诉她 团长决定让自己亲戚代替她上舞台表演 拍完会奶奶生气地跑到外面 恰巧遇到肚子已隆起的马小慧 小慧 你两个不去排练了 我有点不舒服 你 没事 放心吧 奶奶听马小慧说没事就回文艺团托地了 之后的几天奶奶和爷爷都会去他们初次见面的地方贪心 奶奶因为失去了上台跳舞的机会非常伤心 爷爷就给奶奶糖吃 并在山头向毛爷爷发誓 会和奶奶在一起一辈子 可谁也没有预料到接下来会发生的事情 文艺团好姐妹马小慧一万怀孕又难缠而死 临终前将强宝中的儿子托付给她 直到好姐妹马小慧一万怀孕难缠而死 我靠近过崇敬 一个人拦下了这一摊 于是奶奶便主动抚养她的孩子 文艺团本来对奶奶这个刺头意见就大 于是就以未婚生育士道德败坏这个借口开除了奶奶 奶奶便决定和张德芳一起回老家 临走前向和爷爷告别 爷爷却对奶奶不离不弃 是个痴情的男儿 不管你去哪儿我都跟你一起走 花君 我现在只有孩子的女儿亲 才带走个娃 你真的想清楚了吗 我称花君 非你不去 奶奶于是和爷爷约好离开的日子 但那天突然下起了大雨 前奶奶在约定的地方从傍晚等到深夜 都未见到到爷爷的深夜 五点早就过了 雨这么大 邮递员怎么还不来啊 一个住宋床 刚来的走回来 他就是反悔了 于是奶奶生气地把饼干铁盒扔到了地上变上了车 阿芳赶紧把强宝中的孩子给奶奶 然后跳下车捡起了盒子 随后小卡车便启动开走了 车上的奶奶对着婴儿嚎啕大哭 没想到爷爷会食言抛下自己 吴嘉宜拜托了身体里的他超点大结局 原来男主承凯也不是爷爷的亲孙子 是爷爷的大哥过继给他的 小姐 我本打算一个人过一辈子 大哥看我可怜 给我过继了一个孩子 带着孩子 果然没人再跟我提结婚了 爷爷因为女主的奶奶而一生不娶 奶奶因为男主的爷爷而众生不娶 老一辈的感情好简单 简单到只能装下一个人 也明白了为啥奶奶一直不愿意接受长江爷爷 不只是因为孙女刘启蒙 而是他心里只能住一个人 就是男主的爷爷 当奶奶和爷爷再次重逢时 爷爷因为得了阿尔茨海默病 已经记不起奶奶 蔡乌华君 你是谁啊 我是秀琴啊 你不是秀琴 他坐五点钟的车走了 奶奶便拿出了撒有桂花的红烧肉 爷爷尝了一口 就让记忆的砸门重新打开 是秀琴座的 好吃 这是他和奶奶之间独有的味道 接着男主把爷爷的物件交给了奶奶 这里面记载了爷爷和奶奶分别后的所有故事 原来爷爷那年并没有反悔 他想和带着孩子的奶奶成婚 却遭到父母的反对 于是他偷偷从城里的家跑出来 紧赶慢赶才抵达和奶奶约定的地方 可最终还是晚来了一步 秀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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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遍一遍一遍找 一个人一个人问 都未见到奶奶 奶奶那个时候以为爷爷反悔了 故断了和他所有的联系 两个因通讯落后而彼此走散了的爱人 最终一个一生不娶 一个终生不嫁 奶奶认真地看着爷爷的每一份信 从分开的那一天直到爷爷生病住院 人这一辈子好长 长到怎么都见不到你 一辈子好短 短到只能爱你一个人 奶奶读完了所有信件时已经泪流满面 但令人欣慰的是 爷爷和奶奶上一辈错过的爱情 最终由他们俩的后代女主刘启梦 和男主程凯来圆满 刘启梦 我喜欢你 我们一起坚定地走下去吧 我会勇敢一点 刘启梦 你干嘛呢 你这是要炸公司 你拿着没去玩 吴嘉宜电视剧拜托了身体领团 抄点大结局 无论是在多金的老板王一鸣 还是傲娇小作金颜飞飞 这世上就没有奶奶刘秀英导不定的 我跟你说 我们可是结拜过 是不是 是不是 不 那个作为飞飞的大哥 您的事也是我的事 您说吧 多少钱 同时张伯宇饰演的多金老男人 王一鸣王主 应该是他所扮演的角色中 最惨兮兮 但又招人喜欢的角色 为了挽回和自己相差 十多岁娇气的婚姻 他在烈日下 穿着厚重的道具服来求婚 你这样你等着 我给你变个戏法 王一鸣为了让自己开创的游戏公司 可以在竞争激烈的行业里面存活下来 便将自己的全部精力和时间 铺在了事业上 特别是物都诗语项目的重新翻牌 王总 投资部那种老家伙们呢 对数据非常敏感 我们去打交道可能不太行 恐怕还得王总宁亲自出发 说一分析嘛 小意思 我带人来弄 而人的精力总归是有限的 不可能失业家庭两头顾 于是便冷落自己的小作精 老婆好紧 终于在物都诗语项目成功启动后 她发现小作精对自己开始冷漠 便不好意思向男主讨教经验 你说这女人心怎么比钱还难挣 以前吵架还给我发个小作文 你看 现在你这 什么都没有 男主便让王总自己主动 给老婆发点表情刀或者小作文 打响王总真的是个老直男 除了埋怨其他啥也不过 那一边灵魂归位后的奶奶 在舞蹈训练结束时 收到了小作精的电话 大哥 我一定要他不要我 他他他他 他怎么敢不要你 你是谁啊 我大哥呢 小作精约奶奶今天傍晚 在当初结拜的地方见面 奶奶心想现在顶着老皮囊 去见小作精 肯定穿帮 孙女现在又和男主在约会 就推托没想到小作精说 看不到奶奶就不活了 还说奶奶结拜了却不讲义气 这评论奶奶怎么能忍受 于是他穿上之前的 副武衬衫和红色短 脸带墨镜去赴约 本以为这身全副武装的打扮 可以蒙混过去 没想到小作精哭诉的时候 握起了奶奶的手 不是不是 你的手怎么 全是褶子的手 让小作精吓得跳了起来 再加上奶奶沙哑上了年纪的声音 让即使喝了酒的她 也很快分辨出 这不是以前和她结拜的答案 她想摘掉奶奶墨镜辨认一下 奶奶见这形式瞒不下去 便也不妆了 脱下墨镜后 就把小作精拉着坐下 向她讲述和孙女互换灵魂的奇幻故事 但任凭奶奶如何描述 小作精都不信这离奇的事情 于是两人就对那天结拜的暗号 对啊 后啊 对啊 后 哦 开了个灯 那天你活多了 那个灯挡成了太阳 我跟你两个站在那里 对着太阳结拜 奶奶说着带着小作精来到灯下 两人双手握拳 开始你一句我一句 重复当日结拜所说的话 结束后奶奶还指着菜刀说起 那天小作精要拿刀割破 手指煞血为盟 这下小作精彻底相信了 和奶奶拥抱相认 我居然跟一个老baby结成前辈了 接着小作精为奶奶 替孙女上班赶到委屈 这把奶奶真的感动到 这个才是真的姐妹 别人考虑我都是肥脸高不高 只有你关心我 过得哭不哭 对于小作精和老男人 王总的感情问题 奶奶义不容辞揽下了 第二天奶奶就让孙女 戴上煤气罐在王总公司楼下 小作精 你干嘛呢 你这是要占公司 你拿着煤气罐 你表现给她 你谁啊 我是肥肥的大公 王总以为奶奶依障年纪 大要向她额钱 奶奶直接进入主题说要帮她 化解和小作精的婚姻危机 需要王总配合她一起 给小作精一个惊喜 王总这才低头哈腰 对奶奶表示感谢 第二天王总便在烈日下 穿着厚重的小熊道具 先向小作精唱 再挥动厚重的两只 变起了魔术 最后拿出了戒指 来弥补结婚 这几年缺失的浪漫求婚告 肥肥 老师太仓促了 但是我现在愿意弥补 小作精终于感受到了 老直男的浪漫 答应原谅他并取走了戒指 其实老少恋矛盾在大 只要两人还是相爱 没有浪漫和钱解决不了他